錄這段影片的時候,現在是7月29日的凌晨1點多 因為剛才7月28日晚發生了一件意外,令人震撼 就是在紅館MIRROR演唱會,由第一場開始發生的意外,到現在長長出現了大小小 終於出現了大件事,有個螢幕掉下來,摘了兩名舞蹈員 現在就不知道什麼事,什麼情況,直到現在 希望做一件康復,帶布囊過 什麼事都起碼,人沒事 之後那些其他事,當然只有公論,很多事 很多事都沒有人看到,這些事不可以就這樣過去就過去 沒有東西可以比人命更重要 你可以賺錢,但不是這樣賺到盡法 就算你賺到盡,麻煩你 也不可能盡到連人命也不理 草姦人命 不是說只是你台上的幾多個,而是 甚至乎幫你伴舞,或者後面的樂手 那些都是人命 不是那麼義氣 希望雙姐帶布囊過 好了,正式進入今次這條片的節目 好,講開吧 最近香港足球隊 在東亞杯表現 雖然三戰全敗 對著日本、韓國和中國 都是全敗的,一球都進不了 好,三場球合共失了十球 但是表現呢 就令到很多球迷都覺得挺欣喜的 安達神來到 是有點了道 帶著整隊 換言一身由以前 好保守 甚至歸縮 怕輸 那種踢法 來到現在 至少肯去主動 在前場做迫搶 不然全部都縮在後面 歸縮 901戰術 而是 我打4236 我打4231 甚至乎 可以押上去 一起搶一起攻 這樣 這件事 香港球迷很久 甚至有些球迷出生後 看香港球賽 還未見過 即是看到外國球賽 但在香港球員身上 似乎不多 我終於看到 令到人很有恩喜 很有驚喜 覺得很有希望 好了 踢完場球 剛好這兩天 應該說是這兩天 今天特別是 沸騰騰 為甚麼呢 因為 一件事 就是港隊的前鋒 正選前鋒 Mack 安詠介 被人說 原來他開通了微博 引起了爭議 說甚麼呢 Mack 昨天對中國支持 被人發現 開了微博 又介紹自己 中國香港球員 說 由今天開始 正式加入微博 感謝微博的網友 支持和關注 他說 未來他會在微博 分享自己的比賽訓練 以及一些日常的事情 希望大家多多跟他互動 關注 我們就因為這一段 這個舉動 這一段片 就令到 出現了一些爭議 其實所謂的爭議 有些人都說 很正常 很平常 微博 香港的公眾人物 很多人都開了 為甚麼只關他事 但有些人 就會覺得 怎麼搞的 你真是想怎樣 吃兩家茶禮 Come on Come on 現在做甚麼事 大家 發瘋 你想一下 一天之前 才會 你們先說 Wia 香港 又說 各位香港球員 盡力 好滿意 多謝大家 因為一天這樣 就立即 就這樣 就應該說 阿MAD 阿MAD 現在在港隊 那個表現 是怎樣 當然 技術 老實說 波底是一般 還有待改善的 那些得身位 停球 那些技術 那些 作為中鋒 有待改善的 還有進步空間 但是 他在場上 真的拼盡 真的拼盡 大家忘記了 在外圍賽對印度 在印度踢的時候 的機場 在前面 入球也有他 停球 進攻也有他 防守也有他 好 接著 去到東亞杯 對日本 就算一個在前面 只是打到單箭頭 在前面 真的是吃力 但是 跟你照搏 是吧 在前面 有機會 就是進攻 有空拉一邊 沒有位 拉一邊 拉一邊 先讓你的隊友 有的話 就跟他搶頂 可以不可以 另一回事 起碼他有搏盡 對韓國 前場迫搶 帶領隊友 他也有機會 只不過是 把握不了 沒得說 但是 起碼告訴你 不是開樓攤 甚至乎 前天 對中國 你想怎樣 差點入球 幾次機會 埋門 跟你拼盡 賽後 一知道輸了 那段時間 球證一催計 他的落幕樣 如果說 你覺得他 嘩 即是有些口癢 有些真是混蛋 我記得 在哪裏看 還是他刪除了 那個帖子 已經 有那些混蛋 說 昨天 已經完結了一場 然後 就馬上找了他 這段 開了微博這段 然後就說 難怪射極不入 我屌你老母 你把兩件事 拉在一起 有夜三步 那些是賤總 短命總 人家在牆上 你在下面 球場 在電視機旁邊 看完之後 就在吃花生港 風涼話 那算是甚麼 是吧 如果我是他 我是鄉强 我為你香港 我現在得來的就是 那些閒兒閒兒 那想怎樣呢 對吧 現在 已經逐漸在 潔子 可以說 站穩陣腳 在剛剛過去的 亞冠分組賽 他也是 一個主力球員 幫球隊 晉身16強 現在在潔子 可以說 發展也不錯 發展也不錯 甚至乎 有些人看完那個 在香港隊裡面 覺得他絕對是其中一個 有力 可以向外廠外流的球員 亦都鼓勵他向外廠外流 當然之前 你說他在美國讀大學 那時候 那些大學聯賽 算了 那些這種業餘 如果你說職業的 即是覺得他有 有本事可能在 J2 或者是 K K 在第一級 即是次級聯賽 韓國的次級聯賽 甚至乎 泰積 或者是其他其他的 聯賽 亞洲聯賽 都可以 站穩陣腳 有些人甚至乎 所以呢 MAD 真的憑自己的實力 已經 可以說 已經是爭取到 大家的 留意 老實說 甚至乎 他絕對有能力在 中國聯賽 中超那裏 去賺錢 是啊 他絕對可以 特別是現在中超的外援 高家外援 走就走 你都沒有錢 是不是 走就走 那 所以 我真的想問 那又怎樣呢 那又怎樣呢 他開過微博 有些人說他開過微博 兩種東西 一個原因就是 可能捉獲高層叫他開 最近因為國歌事件 就說一下 第二就是 為之後 去找人仔鋪路 去找人仔鋪路 第一 第一範 你說降溫的話 如果只要開一個 那降溫為什麼不多開幾個呢 要只找一個呢 是不是 第二 如果第二範 為不上人仔鋪路 那我覺得有什麼問題呢 有什麼問題呢 你剛才看過微博說過什麼 有什麼言論 先說過 是不是 不要因為一個動作 而去說什麼 他不是誰 就是那個呢 昨天 對家八號 那條 那條 那條短命總 不是那個嘛 那個 那個 那個是 有些人還在幫助他 又說什麼 轉國籍去自由 我頂你 現在不是說轉國籍的問題 轉國籍沒有問題的 你有本事看多都可以的 但問題 你是當初 精召你的時間 你不是說 就是跟別人說 我打算轉國籍 你這樣說 我還當你 我尊重你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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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正大 你不是啊 你是鬼鬼祟祟 又說 詐蝦 說 就是謀�傷 掉 bile 然後一個屈尾十飛去荷蘭 去參加別人U21的集訓 但問題是 當時你還未能夠進入別人的席 你就可以扣住去參加集訓 然後別人說你根本沒有傷 參加集訓還說大家都相遇得很開心 那你想怎樣呢? 那你說兩個是賤? 我是否背叛了? 那些行為是鬼畜的 真凶惹 但我現在說甚麼呢? 很開通微博 就算我不想賺錢 我有這樣的實力 我自己的本事有甚麼問題 大家再看看 之前應該是他上任所發言 還是什麼時候呢? 總之是在做日本之前 訪問了一個Youtube Channel 他說對於能夠代表香港的感受是什麼呢? 他說他在香港出生和長大 雖然說 一個是華人 一個是尿斯林那邊 但是他是在香港土生土想的香港人 所以他是非常能夠代表自己的地方出賽 覺得很 honorable 同時他也說 每次穿上香港隊的球衣都覺得自己有責任 去做到最好 他願意100%回饋給香港人 因為覺得他們至少值得這樣的回報 就算最後的結果不好 但是如果看到球員盡力出賽 做到最好的話 他們會覺得真的好地代表香港 所以他也說 試著自己和香港聯繫起來 就作為一個身份的認同 說得這麼明白 有腦子也明白吧 不是說什麼 不是要很多東西或搶 自己分析吧 一下子就好像推翻之前人家所做的 那這樣怎樣呢 這些是全家差人為 還有 還有 Mac 除了踢球 他本身是一個兼職的模特兒 即是平面的模特兒 即是那些時裝等等 經常都會看到他在雜誌上 我上過他的IG 他也在自己介紹自己說 如果有工作的話 就要跟他有經理人 應該合談 即是有經理人公司 大家要知道 開微博很多東西 未必是他自己開的 經理人公司開的 甚至有些我們看到演藝界那些 你看到有些微博 為何全部是一式一樣的 有些是一個公司 即是經理人公司 或是唱片公司 或是藝人公司 是一次過 即是所有是他們打理的 不是那個個人打理的 未必是他們自己個人打理的 Anyway 如果你覺得開微博不對 老實說 開IG對不對 開Facebook對不對 我不是說那些MApps的問題 而是 開微博 其實老實說 我們不喜歡微博 沒有可能會阻止別人開 別人有自由的 是不是 還有就是 我也是說一句 賺大陸錢不重要 你不要說我欺負就行了 他沒有說我欺負 是不是 如果你要這樣說 那你一次過全都打了 諾仔 弟弟 盧烈斯 這些都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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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會打他 是不是 那些 哈哈 之前都被你們 有些人 已經盲目地去插 說所謂不代表港隊 這樣 還沒搞聲這件事 就應該了 其實 你找人死 真的沒有緊要 你不要說話 就是 你還肯代表港隊 那已經很足夠 真的足夠 你不需要說些什麼 就是 大哥 你要明白香港球員的實力 那個Network是多少 難道要跟你踢英超才行嗎 那你最近 最容易 最大機會的 真的是去中國找職 對嗎 對嗎 你是不喜歡 但沒有 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當然 說了這麼久 這條片是甚麼呢 因為發明是 一個項目的 不是Numberball12 Numberball12 這個 絕對是SALUT Numberball12 就是一個 大家看到外圍賽 去印度 唯一一個 香港球迷 就是他 就去那裡 只不過 那隻 中指 遮蓋著 那項目的 大家可以看到就看 就是 這個項目的 這項目的 就馬上 現在已經刪掉了帖子 但你刪掉帖子又怎樣 我屌你老母 這項目的 最終要帶風向 他又在質疑 MAD 開微博的事情 就是要做些甚麼呢 全香港人沒有人做的 他要做標期立二 但你又不要說 他又吸引到一群死忠 因為有一群死忠 又是不肯用腦想的 就是情緒主導了所有事情 所以他就可以 那群人就可以 覺得那個項目 就當是甚麼呢 當是神錦拜的 我經常覺得 有些人說 之前有段片 不知道在哪一段片 有一個人留言 就說 我要有責任 或大風向 我看完之後 我真的很生氣 我一向最真是 大風向的項目 你現在說 我的頻道 有責任 或大風向的項目 你真的不瞭解我 我最真是 大風向的項目 當然 你要做一個有智慧 用腦的觀眾才行 首先 帶風向的項目 還是含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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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 什麼快報 那些 那些絕對是 有野生無吶 我告訴你 標期立議 斷章取義 只是做標題黨 在標題上說些甚麼呢 就是 想要塞那些東西給人 最簡單 你當日 訪問沙卡 那所謂訪問 不是你訪問 你看別人的訪問 再調整 你調整一段 又說 又說 我不是阿薩爾 昨天我看到 我都覺得有沒有搞錯 就是 這個項目不是第一次 因為牽動人的情緒 所以我就說 如果大家真的要看項目 這些項目我建議大家不要看 是啊 建議不要看 這項目那麼喜歡玩抽水 那麼喜歡甚麼 我現在又反抽回他 他那麼喜歡譴責人 我就反譴責他 來吧 拿出來就是抽 所以 所以 真的 選足球Page 選足球Channel 是真的要甚麼呢 要用腦去分析 看完這些就用腦去分析 大哥 我都說 現在很多球迷朋友看完球 是不會用腦的 為甚麼經常說 這對毛 那對毛 只是因為一兩場球 一兩腳 整對球 好像一輩子 對毛 又說這對球肺 那對球肺 那對球肺 不可以用腦去分析 他改出來用腦 上帝創造的腦 讓你用來思考 反覆思考 這就是人和動物的不同 不然你只是貓貓狗狗 真的 麻煩各位球迷作為 觀眾聽眾 聽完要分析 等於看完我的影片 你不一定會全部認同 你也要分析一下 要分析 要不然你和看甚麼球甚麼春 那些 所謂足球Page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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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選擇的 有些Page真的不值得看 看完壞路 OK 不要緊 有甚麼意見 在下面留言 知道嗎 沒有問題 這裏最接納的 當然 你留言還留言 我唯一甚麼不接納呢 就是你沒有禮貌 你不能尊重人 這些 你真是仆街中的仆街 你是要全家死絕的 這些的話 如果不是的話 就沒有問題的 大家交流一下 就不要像D-Page那樣 亂Blog人 OK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大家麻煩放下一個Like 以及Subscribe這條YouTube Channel 下面的Description 可以按進來 加入TG Group 跟我們講的波經 不想按足球說的 Torbit 賽水都可以 最後就記得Follow IG 好嗎?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